重新出身嫁入豪门,丈夫出轨分得4亿分手费,如今61岁宛如40岁。 虽说女星都爱嫁豪门,但嫁豪门后少有获得幸福快乐的女星,真正的感情不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之上,这点谢玲零年轻时不懂,后来懂得却已离婚收场了。 说起谢玲零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毕竟年过60作为上世纪80年代就吸引的她,离现在的娱乐圈真是太远太远了。 谢玲零是童星出道,她8岁时就凭借宛军表妹国女若兰,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童星,并且在亚洲影展中被封天才童星。 由此可以看出谢玲零的演技天赋很高,是少有的童星出道没长弯还能红到大的。 在上世纪80年代她的风头一点也不比林青狭小,整个东南亚都遍布她的粉丝。 曾有人天天天手拿玫瑰在她家门口等她,也有不少副假名流疯狂的追逐谢玲零踪迹,现在的粉丝有多疯狂,当初谢玲零的粉丝同样毫不逊色。 何况谢玲零为人十分单纯,虽年年少成名但被父母保护得很好,外出拍戏都有父母跟随陪伴,拍完就直接收工回家,一应饭局应酬全部推掉,甚至在结婚之前她都没交往过男朋友,除了狂热的粉丝追求,她还遇到了一位是她命中注定难逃情节的人林简月。 林简月是香港富商,也是一名富二代,当初十分迷恋谢玲零,经常为她一掷千金,但凡谢玲零穿过的衣服她全部买下同款同色,就是为避免谢玲零与其他人撞衫。 除了狂买衣服,林简月还经常逃车厢送手并捧玫瑰等候家人,这样的深情与专注是年仅22岁的谢玲零无法抵抗的,所以一年后才仅仅23就与林简月结婚步入了婚姻的围墙。 婚内生活最初还算和谐,但在谢玲零生下大儿子后,林简月就按捺不住花,新的本性经常外出,又加持那时候温柔顺从的谢玲零听从婆婆与宝珠的话,打算再为林家添丁添碗,继续生育子女,就更没时间管林简月了。 谢玲零陆陆陆陆续为林家生下儿子三女,完成了生育接班人任务,所以婆婆与宝珠非常欣赏她,打算重点栽培她,培养她处理公司事务的能力,因此经常带她到公司强化训练。 本是台湾人的她为尽快与港人沟通无障碍,仅仅半年就让自己练就了一口地道的香港话,与人交流完全没任何问题,而且对公司的事务越来越顺手,一切似乎都向好的方向发展,唯独除了婚姻。 因为林简月越来越放纵不知收敛,也越来越让谢玲零伤心,她虽是女星出道但论心计于手腕实则并不强悍,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在家以赴慰天,孝敬婆婆,对孩子敬母亲之责。 但换来世的丈夫越来越不知收敛的放肆,直到有天林简月亲口对她承认已经爱上王祖贤并希望谢玲零退位让嫌她才彻底死心。 思虑了良久,她终于同意了林简月的离婚,只不过她的婆婆与宝珠非常喜欢谢玲零,也认可她多年来对林家的付出与艰辛,所以直接对外称就大子花几千万较急了,以此讽刺王祖贤。 但谢玲零离婚念头已起,最终1997年,赢家已付出四个亿的天价赡养费给她作为赔偿,谢玲零正式与林简月分居离婚。 不过不同于其他女星的离婚是以陌路人为结局,谢玲零经常还会看望婆婆与宝珠,令对方非常感动,称谢玲零永远都是她唯一认可的儿媳。 谢玲零与林简月的离婚与戴安娜王妃离婚是同一年,但林家给的赡养费比戴安娜王妃高多了,这也是当年媒体大肆报道的一件趣闻。 离婚后的谢玲零坦言一年内都无法走出阴霾,知道在朋友的劝慰下才渐渐打开心扉决定要精神独立。 于是她开办画展,经常做工艺也有了自己独立的经纪公司,事业做得丰生水起好不乐哉。 如今已年过61的她看起来宛如刚40岁左右的少妇般滋润,也是心境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其实人生短短几十年怎么样都是一辈子。 既然婚姻不让自己开心,那何不走出去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没必要为了一棵树放弃整片森林,你们说对吗? 从失职,不沾阳春水的豪蒙太太到活出了最美的自己。 谢玲零将人生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女人一定要记住没有人是你的避风港,只有靠自己你才能得到庇佑。 只有爱自己你才会有更美好的人生。